欢迎各位回来 那现在就进行请郭老师来就今天的主题进行分享 那郭老师呢要进行分享的主题呢 是DOI作为促进研究基础建设呢 欢迎郭老师请开始 好啊谢谢 其实啊那个我贡献一下评论 嗯 好啊各位好 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 就是DOI如何作为基础设施来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 那我是来自中文DOI注册与服务中心的郭小峰 嗯因为这也是很久了以来 在这个通过网络来跟大家见面啊 也很高兴 嗯那我今天因为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 所以我就做一个很简要的介绍 一个是DOI系统和标准的一个简要系统 然后是关于DOI在国内外的发展的状况 第三呢就是最重要的呢 是DOI如何来促进各类科技资源的这种识别发现利用和融合 嗯那么DOI的一个概念呢 就是它是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的一个缩写 啊然后呢它是这个可以赋予数字资源终生不变的一个唯一的编码 也被称为互联网上的调形码和科学论文的身份证 那通过它可以方便可靠的链接到互联网上的内容资源 啊其次呢它已经是这个全球通用的数字资源的标识链接的国际标准 那它的ISO标准呢是2010年这个被批准的 啊然后2018年呢我们也把这个国际标准呢 这个翻译在国内做一个整容采用 啊是2019年呢开始在中国来进行实施 啊那么DOI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标识符 那它啊而DOI系统呢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标识符的这个管理技术和标准的体系 它是1998年来正式创建的 目前呢是由这个国际DOI基金会就是IDF来进行管理 然后CRI美国国家创新研究所呢是作为它的技术支持单位 啊同时呢全球有11个目前11个这个叫DOI注册机构 也叫英文的简称是RA来进行这个运行和服务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完整的系统呢 来提供这个唯一标识符的注册解析和这个增值的服务 啊那么这个是那个中国的啊DOI的国家标准 啊叫这个啊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系统 那么是由中信索和万方数据呢通过四年的时间已经起草和制定 那么也广泛征求了各个相关人行业和用户机构的意见 啊主要是这个等同采用的ISO的国际标准 当然我们增加了一些资料型的付录来针对国内的DOI应用 提供这个一些啊DOI名称的实力 啊这个标准的发布呢啊会进一步促进我国这个数字出版科学研究 啊图书情报和互联网信息管理 信息共享与利益等相关行业的这种啊这个发展 啊那DOI系统基本作用呢 其实简单总结一下呢就一个是它的唯一标识的作用就是给数字资源终身和全球化的这种啊命名 第二呢它能够通过DOI呢能够持久方便的链接到这个资源 这个过程呢就叫解析 第三呢这个通过DOI可以在各种系统之间来交换信息 那这个依赖的呢就是DOI的这个数据模型 第四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DOI是它的政策呢是保护这个知识产权的 那它的啊是要求呢你必须有这个内容的这个知识产权 你才能为这个内容来注册DOI啊你不能拿一个别人的内容来来来去注册一个DOI 那么这是它的这个保护知识产权的这个政策 那么最后呢DOI呢也在出版商服务商和这个图书馆研究者之间的 这个共同的社区呢这个实现了共赢 那么DOI目前的整体发展状况是非常好的 那它已经发展20多年呢截止到去年年底呢 它的这个全球的注册总量是啊2.38个亿 然后去年的这个就是通过DOI来链接到这个啊文献啊 或者数据的这个次数呢啊也创了新高 那是全年超过了80亿次 那么DOI整个在全球的应用来讲 最普遍的呢就叫一门链接啊一门链接 那么刚才杰志也做了一个介绍 那这个包括Crosoft和中文DOI呢等等 很多个这个DOI的RA都提供了这个隐门链接的这个服务 嗯然后呢就是科学数据的这个应用项目目前现在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个包括刚才杰志介绍过的这个Data Site呀 还有我们中文DOI等等也有多个RA来提供这个服务 那主要的目标呢它是解决数据 科学数据的这个重复利用问题 就像文献一样啊都是一个重复利用的问题 然后能够促进科学数据的共享 然后2010年的时候那DOI已经发展了这个影视作品的标识 那这个这个RA叫IDA是这个好莱坞的几家公司啊 营业公司成立的 嗯那么最新的发展的就是这个啊 DOI用于建筑构建这个信息的标识 这是那个BSI就是英国的标准协会啊 来这个啊推动的一个这个DOI的应用 那么就是在研究领域呢 其实DOI呢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这个出版领域 并且向那个出版的业务进行深度的渗透 比如DOI注册的这个标识的这个种类呢 就是啊覆盖的文献的种类啊 或者这个资源的种类呢 包括期刊啊图书学业论文会议论文 还有标准和技术报告以及科学数据等等 啊那么它也融合了这个SBN SSN 这些传统的这个出版行业的标识服务 那DOI还有很多可以扩展的这个啊潜在的应用领域啊 包括互联网的信息内容的管理啊 包括物联网啊包括音乐行业啊 版权管理等等这些都是它可以扩展的这个啊 这个领域啊那么关于这个中文DOI呢 我们也啊我也简单介绍一下 那中文DOI呢是在2007年就获得了这个国际DOI的正式批准 那把DOI服务正式的啊带入到我国 那主要是由中国啊中信所和这个万方数据公司 联合成立了啊中文DOI的注册机构来负责中文领域的DOI注册服务 那这个RA呢是亚洲第一个RA那目前也是亚洲最大的RA 啊我们也是IDF的理事会成员啊我们的服务品牌呢叫中文DOI 但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些英文资源的这个注册啊 啊目前是由这个中文DOI注册和服务中心来运行啊 因为中信所呢它是一个国家公益性的服务机构 所以我这个服务呢也是一个公益化的啊中立中立化的这么一个性质 可以与各个机构呢进行公平和开放的合作啊 啊我们主要是基于DOI服务来促进这个中文资源的链接和共享啊 啊最开始开展的服务呢就是啊中文期刊的链接服务和科学数据的共享服务 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呢一直是在啊推行啊运行和推广中文DOI的注册解析和增值服务 从2013年开始呢我们也跟这个最大的RA就是CrossF来进行了合作 那代理它在中国的这个啊对外的注册和这个啊对外的注册和这个论文相思性检测的这些服务 那目前中文DOI的这个服务状况呢这样啊我们的注册总量是超过了3415万啊 从2009年开始呢我们就是一直是全球第二大的一个RA 那这些这个DOI里头呢主要最重要的是这个期刊论文的DOI有3049万 然后还有学位论文呢是350万的学位论文的DOI 那其他还有这个科学数据集有25000个数据集 也包括了这个数据库数据集这两个层面吧 然后有这个环境地理啊这个生物医药啊材料啊社会科学等等的这种领域的这个数据 嗯同时我们也开展了这个啊电子书啊然后会议论文还有预印本 还有这个啊集合论文里头的图表啊等等这些种类的这个DOI的注册 嗯那关于这个代理CrossWave服务这一块呢 因为CrossWave它是在英文领域的这个最大的一个RA 然后我们呢是在中文领域的最大的RA 然后我们就是进行了很多的相互的合作 嗯中文DOI呢作为CrossWave的这个赞助机构呢 目前是在国内是唯一的一家 那主要是借助中国的这个出版社和编辑部来加入CrossWave的会员 然后我们提供本土化的这种技术支持啊 还有这种沟通协调等等 嗯然后我们就是现在能够这个提供的服务呢 包括这个支持CrossWave的DOI的注册啊 结果的跟踪啊等等管理 啊还有CrossWave的参考文献链接的服务啊 啊这个英文论文相性检测的服务 这些呢对于就是中国的英文期刊是非常的合适的 啊同时我们赠送这个中文DOI的会员服务 那么是这个这个会员注册的这个DOI原数据呢 就是在国内外呢都可以检索到 嗯从期刊这个领域呢 实际上是这个这个是DOI应用最早和最成功的这个领域 那么DOI这个在期刊领域注册的数量呢 和中期文的这种连接 那我们也为这个DOI为这个出版产业链上的这种参与者呢 提供了很多种的增值顾 包括这个刚才说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啊 引文的规范 然后使用量和引用量的统计 还有这种多重解析啊等等啊 多种的增值顾目前也在不断的在扩展 嗯 因为DOI对于学术期刊的价值呢 其实核心的价值就是这个对期刊论文啊 和期刊的其他的这个层面的这个 唯一的标识和永组的链接 但是它会提供带来很多的增值顾啊 增值的价值 包括这个期刊和论文的这种发现啊 对这个论文的下载 论文的精确的精准的引用 包括这个访问量和引用量的准确统计等等啊 因为这个时间今天很有限 所以就不举更多的例子了 这个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 嗯 然后所以在期刊的很多的标准规范里面 都推荐使用DOI 那包括这个国内外国外的这个学会啊 学学会的期刊规范和编排格式啊 包括美国的参考文献的这个注入规范 还有国际SO690的这个参考文献标准 那么我们国家的这个参考文献注入规则 在2015年进行了这个修订和发布 那也参照了SO690 在参考文献注入的时候呢 要求使用DOI 而且是电子资源必备 那么这个就是啊 国标7714啊 啊这个提出的这个 关于DOI使用方面的一些要求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专注 连续出版物及其新书文献 还有专利文献啊 等电子这个资源的注入项 是必备的这个数字对下为一标识 那么这些是一些实例 和一些这个注入的细则 那么说到这个数据这个领域呢 现在是非常的热门的 大家不光是要去 共享这个文献 也要共享这个科研数据 就是更底层的一些科研数据啊 来进行对科研数据的 这个重复的利用 和这个对其他成果的一些验证 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啊 数字这个啊 PID啊就是这个啊 持续的标识符呢 它永久标识符 它已经成为这个啊 数据共享利用的一个基础设施 那包括数据的这个重用 验证和追踪访问发现 啊以及引用等等啊 都是以这个啊 Persistent ID是作为一个基础的 那么啊 DOR在这个方面是走得非常早的 大约在2000年和2001年就开始了 那么最早推动的呢 是DateSight 啊那么这个是啊 在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啊 这个一个例子 很好的例子 是这个地理资源研究所的 一个全球变化科学研究数据 出版系统 那么他也是我们早期的一个会员 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他的这个数据出版系统里的呢 他的那每一个数据器都有一个DOI 啊这是他这个这个数据的详情页 然后包括他数据的引用格式上 他也是要加上DOI的啊 然后这个是他依据这个数据呢 来出版的这个数据论文 那么数据论文有一个单独的DOI 然后呢在这个数据论文的参考文献里呢 他会引用这些数据集啊 作为他的就跟其他的参考文献是并列的 那么也是用DOI来对这些数据集进行引用 这样呢就把文献和数据进行了关联 嗯那么运用本呢 这个目前是一种新兴的这个OA的出版模式 啊大家可能也都有一些关注啊 最著名的呢一开始是起源于这个物理学科的archive 目前已经有一百多案篇论文 那从16到17年吧 这个运用本也越来越受到科研界的这种重视 啊然后学科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展 然后现在目前呢这两年呢国际的出版商也纷纷开始建立这个啊 运本的平台 那我们国家呢是从16年开始建立了国内首个的运本的发布平台叫Chinacive 那目前已经发发布了几千篇的这种运本论文 并且呢和其他的心理所呀还有生物工程研究所啊 啊这个这个学会呢共同建立了多个分平台 嗯那在去年这个新冠疫情肆虐的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这个生物医学的运本平台呢也也得到了一个快速的发展 嗯然后运本平台其实和学术期刊呢 是有很多的可以互动的地方哈 嗯然后我们认为呢运本论文呢是非常适合使用DOI来促进这个运本的发现和引用的 那么啊中文DOI呢从2018年开始呢已经为这个Chinacive等等 三个运本的中国的运本平台呢啊注册了一千多篇的运本的这个DOI 嗯那么通过运本这个DOI注册了以后呢 它可以和这个出版以后的这种期刊论文呀或者复义论文啊 来进行相互的关联和集成 这样呢就是增大这种运本的这个发现机会 也能就是对研究有更多的这个促进 嗯然后这个在这个期刊那个评审的环境 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国内现在有一些问题啊 又产生了很多虚假评稿啊这个审稿的问题呢 导致中国作者的期刊论文被国内外的国外的出版商大量的退稿 那同时呢在审稿这个方面呢 审稿人的这个贡献是很难被这个度量和认可的 那么现在也有一个国际性的这种啊 同行评议的这个认证平台 那么可以把审稿工作和学书评论呢 转化为可量化的这种产出 来提升这个审稿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开度 那PopLones呢就是Criven旗下的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规模已经非常的大了 还有几万种期刊了 啊那么这个在这个啊 这个这个平台上呢 如果审稿人同意呢 就可以把审稿意见也注册另外 那这样呢可以让这个审稿意见被最大程度的这个进行利用 啊期刊在发布这个期刊论文的同时呢 也可以公开审稿意见 通过DOI来关联这个论文和审稿意见 这样呢其实在读者阅读的时候呢 能够更全面的了解论文和这个审稿专家的这种观点 让同样读意呢能够更加快速和高效的推动这个科学的发展 啊那么最后呢我觉得这个啊 我们认为这个啊 其实这个科技资源是非常的广泛的 那在不同的这个啊 种类的科技资源呢 都有不同的这个标识来对它们进行识别啊 这些啊这些管理啊 那么大家跟前面已经介绍过啊 比如科技人才领域的这个Alcide啊 或者啊啊 ROR啊 还有这个EASMIA啊 还有科技文献的领域啊 DUI和其他的标识 普通科学数据软件 那么现在包括基金和科技人项目 还有大型的仪器啊 实验方法实验啊 实验试剂等等都在发展自己的这个标识 那么通过这些 这些其实都是研究领域的这个啊 持久标识服务叫PID 那么利用这些标识呢 就是PID能够搭建起这个科技资源 互相互联互通的这种桥梁啊 那么这个我今天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那么也欢迎大家这个随时提问 也欢迎啊 会后跟我们多联系 好谢谢大家 谢谢郭老师 好 我希望我等一下不要再渴了 我刚马上吃个药 好 那我想先看看提问 有没有其他参加的人员 或者老师可以在聊天中提问 针对郭老师分享 之问DUI这一部分 因为我想通过郭老师的简报 其实也很清楚 第一个是就DUI的本质 介绍了一下 以及再来就是提出说 其实重点还是那些比较舒服的关联 以及提到说目前DUI的注册的 适用的学术产出 不光是传统的期刊出版品像资料机 甚至刚刚讲的同侪评 同侪评 也PEER REVIEW那一块 也都是目前DUI可以应用的一个范围 好我不知道有没有老师们有问题 没关系那我有一个问题 让其他老师可以再想一下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大家郭老师 因为刚刚您有讲到说 其实有很多重点还是在于 这个PID要怎么互相关联嘛 那我特别想请问一下 不光是Oki 我不知道在比如说中文DUI这边注册 DUI的时候 对于人的标识符 目前有没有一些应用的想法或者做法 就是除了OkiID之外 或是其他的相同的ID 也可以请您分享一下 目前还没有用到ID 目前就是主要是注入的新闻啊这些 因为那个这个你知道 这个DUI注册的这个原数据呢 一般是来源于这个 比如说这个出版 出版机构的 对对 现在呢出版机构 现在加这个标识的 对作者加标识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当然呢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个OkiID 还有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这些标识 那么证据早一天呢 能把这些标识类的东西 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注册数据 里头来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去关联各种的PID 嗯 了解了解 好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让其他老师可以再想一下 请大家不要客气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就是刚刚您谈到 其实像您应该了解 其实呃 刚刚我在一开始那个 有序标识符入门指南的介绍 有提到说出了 当然DataSight Crospe 中文DI 还有很多不同的DI 主册中心嘛 那迄今为止 其实就是有三间DI 主册中心 像Crospe DataSight 还有日本的JapanLink Center 他们其实都呃 跟Orchid达成资料一些互通的一个对接 或是一个合作 我不知道像以您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环境 或者中文DI目前的规划 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吧 我觉得是可行的啊 然后我记得可能在几年前 我们可能也跟Orchid连续过这方面啊 呃 对我觉得这个近几年吧 我们也会往这个方向去去发展 嗯嗯啊 尤其是随着这个国内这个Orchid的会员啊 越来越多 这个Orchid的就是应用这个越来越广宽的情况下啊啊 也包括其他的这个PID哈 我们都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去发展 嗯 了解 那像中文DI这边目前呃 您刚刚提到对就是除了期刊出版评 中文DI这边对于呃 资料级或是同产评约开始进行DI注册了吗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数据级我们也是有注册的啊 数据级我们是有注册的 对啊 但这个同产评约这一块啊 目前还没有啊 但是我们就也要看就是国内这个对于这个应用的情况 而且国内的期刊呢 他肯定还是比较倾向于匿名评审的 就是愿意公开评审意见的可能还是比较少啊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确实是对这个呃 加速这个啊评审过程的这种透明度啊 这个提升透明度 这个这个还是非常有作用啊 所以我们也肯定会一直关注这个方向 对我想借此跟各位分享 其实在ORCII可能大家有一些人知道 在ORCII其实是可以把呃评约者的贡献 这样子的一个学术的贡献也反映到评约者的ORCII纪录上 而且我们支持开放的评约或者是如果是匿名的 其实也可以就是不会 即使把这样子评约的呃贡献反映出来 但是也不会公布说你是帮哪一本评约 因为可能很像有些人会担心 尤其是呃单忙或者双忙 这是不可不被允许的 我只是想借这机会让大家了解说 其实ORCII支持呃封闭的评约 单忙和双忙也支持开放的评约 就是可以让大家公开检议都可以 让郭老师参考一下 好 最后我再给大家一分钟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好我们看一下 好我想就如同郭老师说的 他有他的联络方式也代表也欢迎大家随时联系中文DI 进一步交流 那我们今天谢谢郭老师 谢谢 好谢谢大家 好